184 蘋果日報 新居屋連環撻訂上翠苑 白表客食28萬家戶業主炒i股買樓 2015年7月9日財經要問B02財經頭條 《本報信》 股市報社樓市跪低 過去兩日全港陸最少4宗撻訂個案 新居屋撻訂一不離異 售價最貴及最搶手的新居屋王泉灣上翠苑首宴撻訂 有市民購入新居屋僅26日極速撻訂 損失最多27.7萬元 二手樓減價盤增加 減幅最多餘一成 為股災客席買家 二手交頭陷冰封 記者 譚靜民朱連鋒繼青衣青進遠後 股災日再有新居屋買家跳船 防委會最新資料顯示 全灣上翠苑C 座35樓二室 實用面積439方尺 上月12日游池有398號籌買家以277.45萬元購入 赤價6320元 但交易在昨日港股部社最多於2000點下 撤銷買賣合約 成為新居屋第二宗撻訂 百表買家將會被殺一成定金積27.7萬元 六表買家則損失約13.9萬元 上翠苑共962貨 售價最貴單位高達326萬元 以售出截至昨日累壽867貨或90% 市銷量最高新居屋 赤價高達13307元 打入美股歷來赤價最貴十大之一 但據知 業主作向代理清買家以撻訂 估計撒訂約40萬元 並即日將單位重新放盤 但未受股災影響而減價求收 反而將叫價條高20萬元至1380萬元 天水圍家湖山莊有業主向代理自稱炒 要急賣樓 代理表示 今日 昨日 有個業主走來分行放盤 畫將層樓套現餡納X萬 怎知書虛A 所以公憑L 但他畫要放貴足V 單位為美股居一個實用面積540方尺高層戶 叫價455萬元 赤價8425元 放盤價交市價約430萬元貴近6% 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 單位今年2月至6月不足半年內 分別向三間不同財務公司借貸 包括上月16日股災前向永時遜泰城做三案 作日全港各區二手樓減價求售個案上升 中原馮子豐表示 股市急錯 部分業主態度軟化 其中沙田市中心牧縣多達三成業主減價 平均減幅約3至5% 當中沙田中心唐寧大廈中低層B 室 實用297方尺 軟轎價490萬元 作將轎價大幅調低於1乘至440萬元 低市價約5% 北架山峰減價2千萬豪宅也要減價 消息指 九龍塘北架山峰單號陽房 軟轎價3億元 近日減至2.8億元 競減2千萬元 尖沙咀均林天下一座低層互存減價2百萬元至2千5百萬元 逆手 原業主為非籍人士 2007年以2千6百4萬元連車位入市 時次賣樓不包價值於2百萬元車位 否則時日浴 另外 差股處作公布最新數據 5月份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298.4點 額月升0.37% 連續升14個月 創新高 但對比4月份近2%的升幅 幅度已明顯收窄 成功 超過 10% 10% 10% 20%